他们希望能够借由影片的观赏 来了解女性身体的自觉 这里是台大校园的一个角落 每天在这里学生有不同的活动 不过现在你可以看到同学们 他们在进行不同的讨论 他们讨论的主题是 目前在台大的一个社团 台大女元社 他们打算举办一个A片影展的活动 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面来办A片影展呢 女元社的女同学们 他们的年轻的心在想什么呢 台大校园今天下午多了一份新内容海报 台大女性研究社同学 他们贴出公告告诉大家 11号他们将在女生宿舍进行A片影展 这次的那三部片 其实第一部是一个性虐待 第二部是一个女同性恋 第三部是一个比较是感官的部分 在现代社会中 想看一份A片并不困难 不过大学女生要专门办一个A片的影展 这个活动就比看A片还少见了 这个东西其实牵扯到一个 如何看待女人身体这个这样子的题目 那其实A片是一个蛮应该被讨论的一个东西 因为在A片那样子的 目前在地底下那样拍A片的方式 其实比较是一个男人的眼光 您觉得现在所的A片对女性是一个物化 是一种压迫吗 是一个性的玩弄 弱一串 传统或是大多数我们是这样认为 所以今天这场这样的一个活动 现在是校园里面的一种 女权的自主意识活动 我们希望能把女生的那个自主的部分谈清楚 如何自主 女生对身体 身体的部分 比如说 女人对身体其实是 有那个能力去操控 可是我们可能从小到大 想操控什么对不起 应该是说自己对自己的身体 是需要去被了解 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化下 其实从小教女人可能就是一个 要扮演母亲的角色 或扮演 其实一个刻板一项 就是那几种角色 你们想扮演什么角色 把那个自主的东西 一些经验大家分享 大家谈清楚 让女性有更自主的性的选择空间 是的 还有一种对文化去结构它 所谓谈性的自主 在家里面跟你父母谈过 就你个人 私密的跟母亲谈过 这个要 台湾是生理的问题 还是心理的问题 生理的部分吧 所以真正的所谓女性自主 在你家里面其实也无法谈到 或者包括其他社员站内 我觉得那次应该被区隔 对 或许我可能到大学才 会觉得那样去谈 其实是好的方式 那我也会企图的回去家里谈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从事领域到公领域 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谁选择这些影片 我们社员 换句话说 你们已经常看过很多这种A片的吗 否则怎么选择 对不起 我问得很直接 请问这会上节目吧 当然 要怎么回答呢 其实有做很多讨论 就是在分析解构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中 就看了一些 或者是大家 在其他地方看 然后回来讨论 台大的行政当局则表示 目前还没有完全决定 要不要准许这项活动 学校放不放的话 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 整个潮流的一个环节而已 那么基本上 我们并不认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性的问题 那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今天台大校园里面 有一项课程 主题就是 两性与文化的探讨 老师也请同学们 进行分组讨论 讨论的就是 女生宿舍 可不可以不放A片 同时 他们也表示 在男生宿舍 其实放A片 早就不是新闻 为什么男生宿舍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出来 就是 当然一定是会有需求 才会有供给出来 而女生宿舍 为什么这么长久以来 都没有呢 因为其实 要做的话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那种 福利社的那种 你说 福利社的老板 女生可能不会喜欢看这个吧 那为什么 女生真的不喜欢看吗 女性也有这方面的需要 我想这个大部分人 应该都会同意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人 去主动要求 主动跟福利社的老板说 老板我要 我想要 我想很少人会有这个勇气 提出 甚至有些人还要 假到学习班 几乎所有上台发言的同学 都认为女生宿舍 可以放A片 而虽然校方 目前还没有做最后同意 不过也许可以想想的是 年轻学子们的看法 和您的看法 有没有差距呢 这是今天的台湾大学 我们看到了女人社 她们想办的活动 也看到了今天 在上课的同学们 她们的谈话 我们今天话题 主要谈的是 女权运动当中 经常不被人 所提起的亲疑问题 而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有中央大学 英美文学系的副教授的 何春瑞 何教授在我们节目当中 不过何博士 被认为在目前的 妇女运动当中 是不是属于比较前卫性的 因此我们今天 希望她能够和我们 对亲疑问题有一些对话 是的 我想周仁 这个新闻里面 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 也非常有趣的一个讯息 就是我想A片 对于男性跟对于女性 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为这次台大学生 他们之所以主办这个活动 我想也不单纯 只是为了爽一下而已 我想是不是先请 何教授跟我们解读一下 这次活动背后的一些遗憾 在影片当中 有些女同学会提到说 男人能看我们也能看 其实我倒觉得 理由不是这么简单 而是说既然男人 都看了这么多 那他们对于情欲 有一些期待 有一些模式 那当然女人要知道 男人心里面存着 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来进入一个关系 所以知道一点 他们接收到的文化讯息 总比不知道好 而且在这样一个公开的 女性自己的空间里面 来讨论 谈彼此直接的感觉 我觉得蛮建设性的一个做法 其实刚才我们刚刚 听到他们看A片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可能男人看女人 其实早就看了 但我想请教何教授 就是您向来被认为 是比较前卫的 那么您看过 今天台大同学 他们谈话 您觉得您还是前卫吗 是 因为他们还在谈 只是看A片而已 那事实上 在女性主义的解放运动里面 谈情欲的时候 不单单说 只是谈爽一下而已 我们很可能还要要求 在两人的互动关系里面 要求平等 也就是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在亲密关系里面 也要求两个人 不会因为他们亲密的关系 就人权打折扣 像另外一个问题很有趣 就是在市面上的A片 或是三级片里面 看出来里面的一些剧情 或是位置 故事等等 有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些落差 像在这里面 是不是反映 或是助长一些 目前的一些父权意识呢 如果说是A片里面 表达了一些父权里面的 男尊女卑的观念的话 我倒觉得 它是以最露骨的方式来表现 所以说 女人看了以后 反而有比较强的 自卫的功能 就是反而看到了说 对 这里面看得出来 男人是在欺负女人 我倒觉得 真正的父权的包含 是在我们比较 不太自觉的关系当中 比方说家庭里面的 父亲为长的这个观念 像我们的《民法亲属篇》 非常清楚的是男尊女卑 而且这些是消弭于无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倒觉得 它的杀伤力 比A片大得多 刚才何教授 提到《民法亲属篇》的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 虽然谈的女权的运动 是希望着重在情欲的方面 但是其实在过去 台湾这几年当中 女权运动 有不同的面向的发展 那么我们不妨 现在回顾一下 台湾女权运动 过去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再回到现场 今年3月8号妇女节 国内的妇孕团体 举行大规模游行 要求立法院将民国19年 所制定的民法金属篇 排入议程进行修正 妇孕团体所要求的修正内容 包括了在子女监护权方面 打破以父亲为优先的考虑规定 必须以子女的最佳利益 作为考量 在离婚方面 则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 明定分居制度 同时在财产方面 也需要改财所的分配制 为法定的财产制度 妇孕团体认为 这些修法重点 能使妇女摆脱不合时宜的法律规范 真正追求两性平等的生存权和自由权 而在民法金属篇修正案 正在进行修法的阶段 婚姻暴力问题 也随邓如文杀夫案的发展 而备受妇孕团体的积极关注 在男女工作平等方面 由尤美女 图秀蕊 陈美玲 刘志鹏 共同演你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 在民国79年送进立法院之后 引起企业主强烈的反弹 婦姻团体认为 男女工作平等法是性别族群的具体保障 其中像是育婴问题 就不单是女性应该负有的责任 男性 社会和国家都应该负起责任 虽然这项草案在去年第一次 经理法院审查会讨论内文之后 又遭到冻结 不过婦姻团体表示 他们会再接再厉 重塑两性就业比较平等的环境 而谈到女性工作权益问题 最直接关联的还有单身和禁运条款 这些存在于政府机关 公司行号 以及银行信用合作社内的 不成文条款 经由北部的粉领联盟 以及南部的女工团结生产线 四处奔走 已经在去年底和今年初 开始发生作用 几家沿用单身条款 刁难结婚女性员工的信用合作社 已经分别被劳工局处以罚还 是的 这是民法当中的不平等条款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社会新闻当中 有很多新闻是 比方说男性向女性求欢被拒 然后男性杀女性 或是女性杀男性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女性向男生求欢被拒的新闻 我想何老师 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女性 台湾女性 在情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有很多人认为 身体自主权就是知道 什么时候说不 什么时候说要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光是说不 说要 而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或者你拒绝的是什么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事实上身体自主权最重要的是 你能够了解自己身体的快感 你了解自己需要 什么样的情欲模式 而且不但会用 而且能用 这个能用的意思是说 不受到我们社会的 某一些规范的限制 比方说有很多人就认为 是婚前性行为不好 或者婚外性有什么问题 或者女童性恋有什么不妥当 这一些其实都是 对女人的一些压抑 我们社会文化其实 巩固婚姻的制度 希望每一个女人 都一定要进入一个 异性恋的婚姻 然后我们才给她一些 您觉得婚姻制度不应该被 巩固被保障吗 婚姻制度应该是人类 选择的人生方式之一 而非唯一 可是您的这个理论 如果说被大家完全接受 甚至很敢用很能用的话 会不会导致 现有的这个传统的婚姻 也许面临瓦解 我觉得如果大家认为 现在传统的婚姻 还没瓦解的话 是闭着眼不看现实 以台北市的离婚率来看 以台湾的外遇率来看 以很多女人 不愿意进入结婚来看 以婚姻里面的婚姻暴力来看 处处都显示 会不会是因为您的理论 就您主张 也许也可以接受 更多的外遇 而使得这样的崩解加速 你实在太看重我的理论了吧 您觉得您的影响力 我觉得好少女人 只不过是对于现有 已经发生的婚姻崩溃这个事实 钉上最后一根棺材上的钉子而已 现在在场的三位当中 只有中人是男性 我倒想问问 你是不是觉得 目前台湾的时候 男尊女们的情况 依然非常严重 而且女性在情欲当中 扮演的角色 是不是依然非常地被动 我其实并不这么认为 也许我必须承认 可能还是有些女性 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但是在我的经验当中 我所观察到我听到的 我想我跟何教授 刚刚最后的谈话是一样的 我觉得整个社会是已经改变的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台大女女学生 我想很多人 也许做家长的 她看到我们刚刚那个新闻的话 她也觉得 现在年轻人想法已经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包括我们当时在学校念的时候 其实差没有多少年 但是现在已经差别很大了 好我想也是 最后也请何老师 为现在台湾妇女 只是一条路好不好 就是如果说台湾的妇女 我们希望能够在情欲当中 得到一些解放 或者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一些 身体上的自觉跟自主权的话 台湾女性有哪些管道可以来学习 对不起 再好老师回答前 我想 秀芳 这个会是你的想法吗 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一般来讲 我觉得男性要学习 从学习性知识 有非常非常多的管道 包括同侪 色情书籍 色情录影带 可是这一代女性来讲 你觉得台湾女性 应该有更多的性解放 我觉得应该是身体自主权 我想讲性解放 这三个字可能会有误导 其实我是觉得 大家看到现在社会上 比较多的这个情欲活动的话 已经显示台湾已经进入 某一个性革命 我在想象 我们这样 如果是一个民主多元 开放的社会 在性和情欲上面 却都还是一条边 一言堂的话 这不可思议的 女人不会容忍 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的状态 继续下去 是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 最基本的组合 就是男人跟女人 不过男人跟女人 话题 似乎一辈子都谈不完的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何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 那么除了今天 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外 我们在国内还要 不要 他说不要 为什么 为什么